我们前面有个网址,你可能要把它记一下 应该都还记得吧 上课的东西 基本上在这里也有 所以假设你有夹进来的话 应该会收到我的mail 如果没有收到,没关系 你可以进到这边,自己点选也可以 所以上个礼拜大概有分成九段影片 OK 那一段影片大概十分钟到二十分钟之前 那我还有一个断点 那里面大概主要是 就是每次都会大家回顾一下 大家要上课的重点 另外的话呢,再来延续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 包含就是逻辑判断 那逻辑部分的话就if if当然只有判断true 如果还有false的话就else 那如果除了true跟false之外还有别的话 那就else,elf,一直elf下去 那那个架构的话 其实你只要熟悉之后 以后大概就这样子去撰写 那逻辑判断非常重要 因为所有事情都要判断 那如果以前你是用人眼睛跟大脑去判断 那变成你就要花很多力气 那如果你要重复去判断的话 那就回圈 所以上以外我们讲要for回圈吧 那如果你那个判断是有范围性的话 那就是一个回圈加上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城市里面很多基本上最常用到的就是回圈加上逻辑判断 因为你每天都是在做 其实所以你可以想而知啊 就是说你的工作如果可以把它转换成城市的话 那它是自动帮你把它完成的 那如果你是用人工的话 你就是自己在跑回圈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你每天用你的眼睛跟你的脑袋在判断 而且人脑其实有时候还不可靠 因为你累的时候你反而判断错误 但是电脑似乎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它基本上反而我觉得可靠度还比较比较可靠 我觉得有时候因为比较不会有判断错误的这种事情发生 那再来的话呢 上礼拜我们最后讲到一个像BMI格式化 这个我想如果回去的话 建议是自己重开一个专案 然后重新再撰写过 再来的话就是for回圈的部分 所以for回圈的架构 所以回去的话另外一个范例 就是把那个for回圈从1加到99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for回圈里面1到99 里面的基础跟偶数帮我抽离出来 或者是说呢1到99 甚至更大的数字 里面的话可能是3的倍数 5的倍数 7的倍数 甚至更多的倍数 那如果说我希望把某些倍数把它加总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或者是说呢 我可以设定一个目标 就是结束值 结束值也许是多少 也许input 让它可以输入 输入完之后呢 再去做一些判断 大概是这样 那最后的话有讲到有关一个 所谓的99层发表 假如说呢 我今天希望 做出 这个是第三个单元 做出的结果长得像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那这个结构的话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说 它的架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前面这个数字 中间是层 后面这个 前面好像叫倍层数 后面叫层数 那这个就是它的层积 OK 那 它们之间的间隔 就是用那个 所谓的那个 TAB 就是 一个 一个 中间夹一个TAB TAB的话呢 我们前面讲过就是 拖一次元里面的话 反斜线T 按TAB TAB键的话 它就 如果在Word里面要定位点 OK 那我们如果今天的逻辑上 我今天希望 你会发现第一列的部分 前面这个 倍层数都一样 只是后面的这个数字 第一次是1 第二次是1到9 那相乘的结果 也把它前后的相乘 然后再加上一个TAB TAB 那最后的话呢 记得要换行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如果今天希望换行 换到下一个的话呢 那前面那个倍层数 加1 但是后面的那个数 还是1到9 所以如果今天 要希望能够做出 类似像这样的效果的话 第一个啦 你可能要想到 这个有变化 那里面会有变化的部分 就是需要一个什么 一个变数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已经 你要看到一个问题 会改变的部分 好 先抽一出来 里面有两个需要 改变的数字 所以呢 也许啦 我们要做的话呢 后面那个数字 我习惯用一个变数 名字叫J好了 那前面那个数字叫I好了 那所以我需要两个变数 那这两个变数的话 它变化的范围 都一样 1到9 OK 那我如果可以把这个 透过刚刚讲的这个叙数 然后再配合两个 这些题比较难一点 需要两个回圈 那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OK 那实际上你想说这个很困难嘛 实际上 因为像Easeo里面 不外物就列蓝 那其实就是所谓的二维的 那二维其实就类似 会遇到同样的状况 所以 两个回圈这种应用 还蛮常见的 OK 你如果是一个蓝 一个的话 它只能跑单一个蓝位 那如果你有多蓝的话 那你势必 也会遇到像刚刚讲 要两个回圈 但是呢 这体质的难度还蛮高的啦 但城市其实不多 最后写出来 只有四行城市 OK 那只是难度比较高 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渐进 因为城市如果太复杂 那我们可以 渐进的来思考 该怎么做 你不用急着说一下要做出来 那怎么渐进的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把结果给跑出来 给各位看一下 上礼拜有demo过 纸巾 我希望做出来就像这样子 OK 那 但是 怎么做比较 OK 其实如果太复杂 我的习惯是这样 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的话 你就先输出什么 只要先输出到 一的部分 先输出横向的 OK 如果你可以输出一列 再来去改 改成多列的话 应该会比较简单 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你不纵向的 纵向也可以 纵向好像比较复杂 没关系 反正你思考了 以后遇到问题 没关系 你可以渐进的写 不要说一下子 想要全部写完 不可能 所以很复杂的城市 都是分很多个阶段 慢慢慢慢的 把它写出来的 或者可以把它拆成 好几个部分 最后把它结合在一起 OK 所以很多人听过 可通话都这样 你写这边 我写这边 最后把它结合在一起 但是是要有一个结构性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如何撰写 首先的话 我们先让城市只要输出 这个1乘1到1乘9的部分就好了 OK 底下再慢慢增加 所以我只要先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步骤 输出这一块 那这一块怎么输出 OK 首先的话 你可以看到 当然1是不变的 所以1就不用 后面的这个所谓的什么乘数 1一直到9 这个会变 所以如果我要写出横向的一列的话 那我们其实可以这样 我刚刚讲过 我会把后面的这个数字 把它当成什么 当成是 这个把它缩小一点 因为它会缩排 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缩到旁边去 它会折行 这个可能要 OK 如果我要横向的这个的话 首先第一个 我们需要有一个1到9的一个range 所以前面写过吧 你可以用for 那我的习惯后面这个数字 我习惯用J 之前我们用I 不过后面我需要用J 所以这边我把它用J来表示 forJ in range range的话就是帮我产生一个清单 刮5的话 那我需要1到9 这1怎么样 逗点 后面应该多少 10 对 因为它到10提下来 所以你如果要到9的话 记得一定要到10 冒号表示说 这个叙述我结束了 那后面的话我要做什么事 好 Enter一下 那所以我现在已经产生了什么 1 2 一直到9 那再来的话呢 我就需要在print的时候 把这个J放到 每一个一样的架构里面 所以一样的架构 你会看到它的结构一定是1乘上 这个是J end后面一个什么 后面相成的结果 然后呢 再一个tab ok tab的话就反斜线T 就一个toy资源商 也大家有讲过 这个把它print一下 刮5 ok print什么呢 一个字串 那个字串的话是1 开头乘上 乘上什么呢 乘上那个J 所以我的串接 把J串到那个里面 所以先把它转型 string 串一个J 这个转型前面讲过 你如果没有转型的话 乘次会发现说 因为一定要文字才能串文字 所以1 有没有 1乘上 把J放过来 ok 然后它会变嘛 1 2 1到9 然后后面再串什么 串上等号 所以等于什么 等于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呢 再串接 什么呢 串接 直接把1乘上J的结果print出来 所以 一样把它转型 然后里面放什么 1乘上J 的结果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呢 我们第一个阶段的程式 大体上应该就写出来了 不过剩下来我们来print一下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这个其实 后面还有一个 后面还要加什么 加这个 所以这个的话呢 直接串接 那个 那个东西叫什么 叫反斜线T 就是一个Tab 就是等同是 你按下键盘里面的Tab键 就是反斜线T ok 那所以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print的动作 基本上 其实就是在做这一个的输出 有没有 这个一个输出 那输出一个之后 它要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就变成这个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一直到第九个 有没有 for i for j in range 1到9 1到10 等于是跑到9 那 可是哦 特别注意哦 因为它是横向的 那如果print本身 它 有一个特性 就是每print一个 它会换行 有没有 之前有讲过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它每一个就换行的话 还记得吧 把print那个换行拿掉 那个 那个我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 加上一个什么 逗点 尾巴那个东西叫end 就尾巴的那个 换行呢 帮我把它清除 清除就是两个双以后 这样的话 意思是说那就不要帮我换行 所以加上逗点 end 等于 就是 清除那个换行 基本上的话 我们程式 就写完了 那再来的话呢 来乱乱看好了 如果你基本上 如果看一下架构没问题 有没有 这个 这个是这个了 ok 所以你其实可以 看着那个什么 或者如果你 你这个没得看的话 你可以参考那个云端 云端这个 这个就可以照着 有点像照着一个范本 然后照着打 应该就 比较没问题 那最后的话 我们把它这个结果print 看看结果不ok 那理论上 再check一下 这个 没问题 没问题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print了一下 如果结果呢 它会帮我输出 只有 一列的话 那表示是ok的 之心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这边呢 就出现什么 1乘1等于1 一个tab 然后1乘2 等于2 一个tab 一直到9 我们 基本上呢 就完成了 第一列的输出了 ok 那如果第一列输出的话 再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 再把它延伸 就可以再把第一列 第二列 一直到第九列 其实你会发现 底下 需要改的部分 其实就是前面这个 刚刚我们是输入1 所以你再来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1 改成i 然后呢 让它换行 换行换 就可以达到 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如果你一列可以ok 后面的部分 应该也就ok了 所以 一列部分 请各位先试试看 一列 那这个的话 云端白板应该也有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其实 这个的结果 我印象中 我有把它贴到 这个云端白板里面的 第几 第三个单元里面的第四页 你在这个第四页 这个程式一模一样 如果你打错的话 你可以再 再比对一下 看看否 ok 好 试试看好了 那程式的话当然 除了会之外 我建议就熟练度啦 其实这个程式没什么诀窍 常常打就会啦 真的 如果你打个十遍二十遍 说真的 大概也就 广瓜烂熟了 所以尽量找机会可以练习 的 没的话 这就交给你了吧 섯 二 雨